大家好 我是你老师喵哥 我现在在成都车厂的现场三号管 三号管基本上就是比亚迪他们家的管了 对面是比亚迪的海洋系列 然后这边是腾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腾室 可以看到进门放的是腾室N7 然后整个我刚才看了一下 目前腾室家里就只有三款 什么N7 N8和D9 现在现场的这个人比较多 而且感觉销售都已经是开始上赶了 就整个看车的人流里面 D9看的人是比较多的 然后N7这边也有一些人问 但是这个N8是只有一台车 而N8这台车我刚才已经看了好一阵了 我准备到这排队拍一拍这台车 但是N8这边很火热 基本上销售啊 包括看车的啊 很多都在拍这台车 N8是用了D5P的系统 套称是可以越野的奶爸车 既有比较强的越野能力 又能够比较好的照顾家庭 因为它带6000瓦的外放 也就是说开它出去 基本上带两个电池炉 做饭是没问题了 而且它的底盘是由腾室X升级来的 搭载云脸C的底盘系统 配合它的CCT舒适底盘技术 所以它应该是讲究一个轻越野 然后重舒适的这么一种家庭SUV 但是如果说地险越野的话 本来比较迪弹D5P的这个越野性的 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点这个脚屎棍的感觉 像N8的话 是不是会比比较迪这个弹D5P更强呢 从大片来看啊 还是比较迪加的传统风格 然后呢一块液晶仪表 一块超大的这个大片 这个车的这个类似设计 这样主打的就是舒适啊 尤其是这个后排 后排两个座椅是带这个座椅通风加热的 而且呢它是有这个六座版本 中间这个有一个通道 那这样的话这个可用性就强了 最关键是这个后面两排 我发现还有两个小座版 它这个主架和副架的这个 座椅的舒适程度也还不错 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 我觉得在层次里面 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越野能力 用D5P的系统本来这个 这个越野能力就还可以 我是说动力很强啊 当然你不能跟这个方船报去比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的这个 舒适性有进一步的这个增强了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 啊 有到了这个 30这个价位 要想一个家用的一个这个6座的这个SUV的话 程式N8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刚才看了一下 其实N7呢 这款车更多的可能家庭用户 会考虑的少一点 家庭用户更多的考虑这个D9 如果觉得这个D9太大 他可能会这个看N8 而且我在看N8里面 发现 围着看的好几个都是 多家带口的这个家庭用户 在这个看N8 所以看完之后 如果说你选的这个腾设的车 这三款车 你会选哪一款 你会选哪一款